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飞鷹 相信最近许多人都知道油价一直跌 家有超級便宜 我今天交完課也才剛去加了一波油 那另外在上週更發生了原油期貨 變成複數的狀況 我個人對於這個變成複數的狀況 就非常的浩劫 能不能這代表我加油不用錢 加油站還要給我錢嗎 只是也太爽了吧 BB原則 但是查完資料後 我才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所以到底為什麼油價會一直跌呢 那原油期貨變成複數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到底我們能不能免費加油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我們等等會分成三點 來跟各位進行討論 首先我們要探討為何油價會下跌 油價會下跌有兩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導致各國用油的需求都大減 畢竟不管是重工業或是航運業 各方面也都受到疫情嚴重的波及 在這波及下 油料的需求自然就減少了 也就用不到那麼多石油了 那北京也難得可以看到天空就是了啦 那根據國際能源所計算 這次的需求是近十年來首次減產石油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三月十 OPEC減產石油的協議破裂 沙烏地阿拉伯為了報復俄羅斯 不願意配合減產 因此採用增產降價的策略來進行報復 每桶油降價四到七美元 更是將原本每日供應原油 從960萬桶提高到1230萬桶 因此沙烏地阿拉伯的舉動 被外界稱為是自殺式的石油戰 以上這兩個原因就是油價下跌最主要原因 當然國際石油組織OPEC 也一定有相應的策略來進行應對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一下他們使用了什麼策略吧 OPEC組織在4月9號召開第一次減產會議 沙烏地阿拉伯與俄羅斯達成協議 將每日產量減少至每日850萬桶左右 跟原本的1230萬桶比起來少非常多 並且預計五六月時 每日再減成1000萬桶 減超多 但墨西哥卻拒絕協議中每日減產的配額 所以退出了會議 最終會議在沒有達成明確協議的狀況下結束 4月12,OPEC再次召開第二次開會協議 終於確定在5月起 每日將減產970萬桶石油 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產 聽起來OPEC已經找到解決方法啦 但是為什麼這樣4月21號 原油氣味還是會出現複數的狀況呢 BANG 直接掉到底 那這邊就跟投資者的心態和評估就有關係啦 一般人言減產的確會阻止油價下跌 但事實並非如此 投資人會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明朗 減產協議不足以抵消疫情下降大幅降低的石油需求 也就是說石油需求的缺口依然沒有被彌補 這也是為什麼原油氣味會一直跌 甚至變成複數的最主要原因 相信許多人看到這邊就會問 所以這樣就代表我們加油不用錢了嗎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第三個主題啦 3 加油不用錢 那台灣目前的原油採購是依據現貨價格 而不是期貨價格 而目前的現貨價格並沒有出現複數 國內油價目前的調價計算工資是7D 3B 是以7成的杜拜油價和3成的布蘭特油價為基準 依照每日的收盤價去計算均價 並沒有納入美國期貨油價 所以不會出現複數的狀況 另外汽油煉油也需要成本嘛 加上國內油品銷售 還要加上石油金金 土屋費、空屋費、貨物稅、營業稅、加油站利潤等等 喔真的超級多種了 所以即使國際油價不用錢 國內汽油最便宜也是要每公升11元 不可能會變成加油不用錢的狀況 所以大家不用妄想啦 但是如果變成11元也是很划算啦 畢竟很久沒看到那麼低的油價吧各位 所以趕快趁著這一波去把你油加起來吧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這次沒有在雲油期貨上面多做介紹 因為期貨本身也是一門學問 有些人想了解雲油期貨變成複數最主要原因的朋友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只要超過10個人留言想聽相關主題 我們就做一部專門的影片來做介紹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 掰掰